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夏季日光节约时间又让我们少睡了一个小时 加州众议员朱感生推动的废除日光节约时间提案 最快在今年11月就会进行公投 朱感生说 许多选民不喜欢每天每年两次的日光节约时间 他说 有研究显示 有人因为切换时间损失睡眠 导致车祸和公安意外 所以他从去年开始在加州议会推动法案 主张废除日光节约时间 新闻据关心位于NAPA美国最大的退伍军人之家 3月9号发生退伍军人持枪挟持人职事件 包括凶手在内有四个人不幸死亡 刑犯是一名36岁的华裔退伍军人Albert Wang 3月9号早上10点半左右 他手持步枪走进退伍军人之家 目击者描述 凶手当时看起来很冷静 他先叫所有人退到其他房间 然后持枪挟持三名女性职员进入另一个房间 警方获报之后赶到和凶手对峙了长达8个小时 傍晚6点警方进入屋内 发现三名遭到携取的女职员都已经不幸遭到凶手 枪击身亡 凶手也在行凶之后引弹自尽 三名不幸死亡的女职员分别是48岁的行政主管 42岁的治疗主任 以及29岁的临床心理医生 其中29岁的心理医生还怀有6个月身孕 警方调查 艾尔本王曾经被派驻阿富汗服役 是一名陆军步枪手 他的父亲在他年幼的时候过世 母亲身体不好 所以他一直由监护人照顾 2013年他从阿富汗服役归来之后 一直无法适应正常生活 晚上常常失眠 但是他仍然积极想融入社会 所以他计划重返校园 攻读电脑和商业科系 同时也向退伍军人之家求助 治疗自己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不过在案发前几天 他却被退伍军人之家逐出治疗计划 他的监护人说 Albert王从小立志当军人 对生病的母亲非常孝顺 他在阿富汗服役期间 曾经被指派进行危险任务 经历过非常可怕的事 精神状态因此受到影响 案发前他曾经对朋友说 退伍军人之家将他逐出治疗计划 让他非常愤怒 感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